哈囉大家好,我是KOLA,好久不見 那今天的這個空瓶劑影片非常的長 我猜應該東西有超過40個吧 為什麼今天突然會拍影片 是因為我後天就要出國念書 所以就是我一定要今天拍 不然這些東西就是可能只能直接丟掉 那我分享順序應該會先從地雷開始 然後之後是一些我用完也覺得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感想的東西 之後才是我都真的喜歡 就是會想要回購的東西 那唯一一個地雷就是這兩瓶one thing的化妝水 那先說明我是在他們的那個官方代理店那邊買的 所以就是不是說我買到假貨所以我不喜歡 那我買的口味一個是魚腥草 然後一個是艾草 那它官方的推薦使用方法都是說 你濕敷早晚濕敷 然後這個可以幫你代謝一些粉刺啊 深層的一些髒東西 那這一款的話 它就是比較是舒緩或穩定型的 這個品牌也是比較主打 就是植物萃取然後比較天然的配方 可惜我自己用過之後這兩款化妝水都會讓我打過 就是我那時候是整個額頭跟臉頰兩邊都爆了很多粉刺 那我自己覺得我的皮膚其實算是蠻強壯的 因為我真的從開始保養或化妝到現在從來都沒有遇到一個東西 是讓我就是用後之後過敏 可是這兩個東西就是 那先說這魚腥草 一開始用它 我就是皮膚開始出現閉鎖性粉刺的時候 我也沒有說太去在意 因為它官方也說它有一個暴鬥期 可是兩三個月過去 我的粉刺都依然是那邊 然後越來越多 所以我就開始懷疑說 是不是這個東西就是跟我不合 因為我自己用過其他酸性代謝的東西都 就是那個暴鬥期沒有那麼久 所以我就停用了它 然後開始改用這個艾草 因為這款是說比較舒緩性的 皮膚紅腫還有那種發炎的感覺 的確有變好一點 可是也沒有說就是真的都變好 那我自己那時候是 就是週末假日會去那個男友家那邊睡 那那邊我有放另外一款化妝水 這樣過了大概一個月之後 我就是發現好像我週末的皮膚的狀況 都會比較好 回到宿舍用這一款化妝水的時候 那個皮膚那個凹凸的感覺好像又比較明顯 所以我之後就覺得好像這一款我也會過敏 那停用它們之後我就真的沒有在長新的 必鎖性粉刺 可是他們那些粉刺也沒有說就是慢慢自己代謝掉 它反而是每一顆最後都變成一個超級無敵大的濃痘 然後所以我額頭現在就是都是長痘之後留下來的吧 那我知道這款化妝水它其實有很多好評 那我自己有在看或還有喜歡的youtuber 他們都有推薦過 那我也相信他們都是真心的去就是喜歡這個產品 可是就是經過這次的爛臉經歷之後 我就會比較體驗到 其實不是說主打天然成分的產品就一定不會讓你過敏 也不是說只有過敏機會產生一些產品不適的反應 所以大家如果在買新的護膚品的時候 可能也要去想一下是不是你現在正在用的東西有那麼的不好 有必要冒這個風險去買一個新的產品 那唯一的地雷就是剛才那兩瓶 接下來我也繼續分享一件化妝水好了 首先是三款都是二次清潔型的化妝水 就是你要用化妝棉來擦適用的那種 這兩款的話它是比較清爽的 那Pixi這個就是便宜要大碗 然後功效也都不錯 這一款日本的品牌的話它是最清爽的 就是擦完它之後我會想要立刻去用精華 不然的話可能會有一些些乾 可是油皮的話應該蠻適合的 那這一個的話它是裡面最保濕的 我自己的話只有冬天才能用它 夏天用的時候我會覺得臉有點黏黏的 可是冬天的話有時候我擦完它 就可以連保濕精華都補上 就直接用一個厚一點的面霜 這還蠻適合懶人的 然後是這款Cordly的保濕化妝水 這一款的保濕力非常的弱 就是它用起來大概只比那種 礦泉水噴霧好個10%吧 就是有時候擦上去真的沒有什麼感覺 保濕精華的話我用完這兩個 這一個好像是叫小粉瓶嗎 就是它液體都是縫色的 那它質地是非常的水狀 就是流動性很高 然後它是主打有舒緩的那個功效 可是我覺得還好在我身上還好 就是它比較像是一個普通的保濕精華那樣 這一瓶的話我質地不是很喜歡 它跟Chen B有一個透明黃油的嘛 就是那一款的很像 就是有點果凍狀 覺得它膠感好像有點太重 就是擦上皮膚好像不能吸收的感覺 可是它也不會說讓你後續上妝油起屑 但我就是沒有到很喜歡 然後保濕力我覺得普通而已 然後是眼唇卸妝液 這一個simple的話我覺得它質地比較厚重 所以沒有很喜歡 然後卸妝力也偏普通吧 好像就是要卸滿久才卸得掉的 那這個尼維亞的話 它質地就是很清爽 然後我記得它好評也是蠻多的 但我自己沒有很喜歡它是因為 因為這種眼唇卸妝不是都有兩層 然後你要咬嗎 那它分層的那個速度有點太快 那你有時候倒的不夠 想要補到的時候的話 你要要把蓋子蓋回去 然後重新咬過 所以我就覺得很麻煩 就是所以沒有到很喜歡 這一瓶有洗卸功能的洗面乳 我是在iHerb上買的 那它非常的便宜 但我覺得它有一點點乾 沒有到說很緊繃 可是就不會想要回購 然後是兩款凝凍凝霜 這兩款好像都說是 就是oil free的嘛 就是比較清爽型的 這一款的話我覺得它質地 雖然說是凝凍 可是還是有一點油 就是沒有很適合我這個混油肌 這一款的話就還可以 但就是除了保濕之外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的感覺 但它包裝是這種 就是按下去擠出來的 就還蠻不錯的 那Caudly的這款碗霜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它們同系列的保濕精華 所以就想說這個碗霜也 買來用用看 但我自己是覺得對混油肌來說 它太油了 就是它質地非常非常的厚 而且很油 就是連冬天我用 我都覺得有點太多 但如果你是乾肌的話 可能可以試試看吧 還有這一個也算是 就是最後一步用的那種 叫什麼保濕霜類嗎 那這款它應該裡面也有 那種細菱的成分 擦上去之後會有一點像那種 毛孔填補的妝前乳一樣 就是你會覺得皮膚很滑很霧的感覺 我是看別人分享說 就是痘痘好了之後 你用它會比較好 因為它的那個成分 對你痘痘還有一點點發炎 或是有一個傷口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幫助癒合的作用 同時它對蛋化豆瓣也有一定的效果 那但我用起來就沒有說 看到它有非常強大的功效 就還行吧 那這一款是一個早上用的眼部精華 因為是眼部精華 所以它質地是比較流動性 就不像眼霜那麼厚 然後用完它之後 你會覺得眼睛有點緊緊的 但保濕度我覺得不太夠 因為我用其他就是我覺得好用的眼部精華的話 它早上我上妝 即使是用一些比較乾的眼部遮瑕 也不會讓我起乾紋 但這款眼部精華的話 它保濕力就沒有那麼好 如果是用比較多東西在眼下的話 它還是會有起乾紋 然後這一個唇部精華 這一款唇部精華在中國那邊好像蠻多人推薦的 那它頭是這樣 就是可以說按摩啊什麼的 那它用起來 它是很水狀的那種唇部精華 就是你不會感覺到有任何油分 而且它塗起來會有點涼涼的 然後會有一個甜甜的香味 但我嘴巴本來就不算是特別乾的類型 所以我也沒有說感受到它有什麼特別厲害的地方 算是還不錯吧 可是它價格我記得不算便宜 對 所以我個人是不會回購 然後是一款護髮的產品 這個我記得是什麼 去康世美的時候 他說什麼99元可以加購 所以我就買了 那我這一款我覺得它就是一堆細菱的感覺 就是它讓你當下頭髮很好梳開 然後很滑 但隔天你一沖水 它的那個效果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不推薦 髮膜還有這一款 living proof的 那這一款主打是沒有細菱的 所以你用的當下會覺得 欸好像跟沒有用差不多 但之後吹頭髮的時候 疏開就會發現那個頭髮是有變比較油順 但它的那個護髮的效果也不會說 就是能撐很多天 大概兩天吧 而且長期使用那個髮質也不會說 真的也很明顯的修護 所以這一款也是不會回購 洗髮精用完這個扣蘭絲的控油洗髮精 那它是反正是一種特別的植物 然後味道是一種真的草本的味道 但不是說好聞的草本 就是你要花一點時間去接受它的味道 但你沖完水之後就不會說殘留在你頭髮上 嗯它控油效果的話 一開始用我會覺得還蠻不錯 可是就是用到可能二分之一之後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了 那剩下來的東西就是一些我都非常喜歡 然後會想要回購的東西 首先是這一個Kiehl's的無油凝動 這款我也已經回購了 它就是比剛才說的兩款凝動比起來 它是真的有保濕力 可是又非常的清爽 對這款我很喜歡 然後是兩個顆潤的保濕霜 那這個就是 我不只用這兩個了 我猜那麼多年下來應該有用超過十個 這一款就是非常單純的保濕霜 它可以很好的滋潤皮膚 但那個質地也不會說太油 對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 還有這一款去頭皮屑的洗髮精 自己是大概換季的時候都會有頭皮屑的問題 那它這一款就是針對頭皮用的 所以它是要乾髮的時候就擠到頭皮上按摩 之後再沖掉 那用量會稍微大一點點 可是去頭皮屑的功效真的非常的好 那時候大概一個星期吧 我就發現那個頭皮屑的問題改善了很多 之後是理副保水的防曬 那反正它們家的防曬就是都很有名 而且就是我都是看那個有醫師去實測過 它們的防護力是真的很好 不過跟就是市面上其他防曬類型的話 它們都算是擦在臉上比較有存在感的 如果你真的很討厭臉上有那種悶住的感覺的話 還是不要選它 但因為我自己很怕曬黑 所以只要這個防曬是真的有效 那我是不在意它在我臉上的那個感覺 然後是三個Be Face Type的眼唇卸妝液 就是我用它 從它舊包裝用造型包裝都還是很喜歡 它就是卸得很乾淨然後質地又很清爽 之後是兩款眼部產品 這個Kiehl's的話就是只有晚上用 然後這款的話是早晚都可以用 那這個就是非常的保濕 可是又不會讓我長閉口 這個我已經回購一條了 這個質地就比較偏精華 可是也不會說到非常水 就早上用也不會說太油影響上妝 可是晚上用的話就算是開冷氣或者是冬天 它的那個保濕力都還是夠用 這一款好像是我妹先買 然後我那時候回家的時候用它的 發現很好用 所以自己也買了 最後是痘痘貼 就是這個Rio若美的 那痘痘貼我也買過人工皮的來用 也有買過好像是那個曼秀倫敦 就是幾個品牌都有買過 那這一款雖然價格應該是比較貴一點點 但它真的是那個最隱形 而且是不會掉的 因為某些品牌你可能晚上用 那睡醒就會發現它不知道飛去哪裡了 那這一款的話就是很黏 它都不會掉 但你撕下來的時候也不會說有殘膠在臉上的感覺 然後它那個吸力也很好 對這款非常推薦 還有化妝水 我記得這兩款都好像有在其他影片說過吧 這款IFSA的話就是滋潤能力很好 它是唯一一款化妝水用 我擦完會覺得有擦完整套保養品的那種 肌膚很痰很潤的感覺 就是只有這一款化妝水能帶給我那樣的感受 所以我非常的喜歡 這款紫蘇水的話 它就是比較適合夏天使用 然後很清爽 也有保濕力 因為有時候擠完粉刺的話也會試敷它 就是它還是有一點點收斂毛孔的功能 如果是偏油性肌膚的話我蠻推薦的 然後是這個 Sabon的沐浴油 這一款是我在蝦皮買的小毛試用中 然後因為我冬天 從今年開始可能年紀變大了吧 就是冬天洗澡會覺得皮膚很乾 所以就想要試用看看沐浴油 那它其實算是油狀 但洗澡的那個方法跟一般沐浴乳是一樣的 就是它也是都能起泡什麼的 但就是它的保濕力好很多 而且它也不會說你沖水之後還是有一層油感的感覺 它不會 所以之後冬天的話 然後這一款我是會想要買 它就是正版的大小的 一個禮膚保水的這個K加 那K加的話它就是全面用的代謝的酸類 它有另外一個是DUO加的 那個好像就是針對局部痘痘 那這款的話就是可以每天擦每天用的 我用它不會說每天長時間用 主要是有時候摸到臉 可能某些部位有一些凸凸的粉刺 那我可能連續好幾天就會擦它 之後就會發現那個粉刺就有被排出 就是可以擠出來了這樣 然後它雖然有代謝能力 可是也不會說讓皮膚體很劇烈的反應 就是不會紅腫啊 不會變得很敏感什麼的 所以這一個我也是會繼續回購小學 之後是這個洗面乳 它在台灣好像沒有什麼人討論 但這一個也是我在小紅書看到的 他們家最有名的就是這一個洗面乳 那它有好幾款 那我自己買的這一款每天都可以使用 然後沒有磨砂功能的 那它洗起來就是清潔力夠 可是也不會讓臉覺得緊繃 就是就算臉我冬天用 我也不會覺得很乾 雖然說價格比較貴 但我覺得那個洗起來的感覺是很好的 我男友用它也覺得很好用 然後算是唯一一個化妝品嗎 這個 Too Faced的遮瑕液 這一款其實我還有一點點沒有用完 但因為就是開封滿久的 就想說要淘汰掉 它質地其實就有點像比較保濕的粉底液那樣 就是有一點點厚度 所以它的遮瑕力非常的好 但又不乾 我覺得遮瑕力跟NOS遮瑕密那款 蠻差不多 然後而且它這一款是15ml的 就是差不多是其他品牌遮瑕液的兩倍 可是價錢也沒有說 好像都差不多吧 唯一一個缺點是它的包裝 就是用久之後 這裡都會擠一堆的遮瑕膏 這已經是我有清過好幾次的 就是情況了 但除此之外 它就是一款很好用 然後CP值也很高的遮瑕膏 那以上就是我說我的空瓶 希望我的心得對你有幫助 這支影片上架的時候 應該我人已經在英國了 之後也會繼續分享一些美妝 還有我在留學之後的日常 那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來記錄一下隱形眼鏡 這是第一次買的品牌 是這一個 韓國的Meloz 是一支影片 歡迎按照片 來欣賞 都有影片 有空瓶 要視乎 有空瓶 感谢观看